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现任的副总统 可能未来成为总统的副手 Tim Waltz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说客吗 我们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House Oversight Community 跟美国的国安局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官员 认为这个资讯不是抹黑 Tim Waltz就是中国间谍 这里是一个官方公开的文件报告 来自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 传给国安局的信件 要针对整个政府做一个调查 看我们美国的政府各个部门 是怎么样面对中国共产党 CCP的侵略跟渗透的 上面说在对超过20个联邦机构 进行调查报告时 委员会了解到中共 CCP非常重视 次国家级的政府的领导人 包括各州的州长 与此相关的是 委员会最近收到举报人的提供 Whistleblower的资讯 指出国土安全部DHS 人员对于中共与 明宁苏达州的州长 Timothy James Waltz之间的长期关系 表示严重关切 具体来说就是透过这个 举报人的提供的证据 然后呢这个报告上就指出来 各式各样的证据 有些是机密文件 有些是公开文件 来自各个公司 然后包括微软 Microsoft 还有苹果 Apple 这些公司跟国安局的 对话记录里面 里面有记录到 这位Tim Waltz这个州长 现在这个总统候选 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 全部的记录 全部都要缴上来 然后呢 指明会继续的调查 那这个新闻一被爆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大家都说 民主党跟中共有密切的关联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民主党应该只是想要 在美国掌权 美国的官员应该不至于 去当中共的间谍吧 直到Tim Waltz当州长 过去这几年 去了中国超过30次 然后呢 再想起来民主党在初选 都结束了之后 突然临阵换将 因为他们原本的候选人 现在的现任的总统 Joe Biden是个老人痴呆 然后他们没办法 把共和党的候选人 关起来也没有办法 把他从选票上面移除 甚至没有办法杀死他们 尽管他们试了两次 没有一次成功 一次差点成功了 我们才可以想起来就是 这一切都不是正常的 我们知道这一切 不是正常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这个是史上 美国历史上最疯狂的选举 也就表示一个中国间谍 在美国当州长好几年 然后现在要来参选 美国的副总统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然后这么大的新闻 就跟我预测的一样 前几天晚上的副总统辩论会 主流媒体都没有问到 这个问题的重点 就跟川普跟贺锦丽的 辩论会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提到 就是川普被暗杀的 这个新闻一样 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 跟中国共产党的新华社一样 或是中央电视台一样 其实只是民主党的文宣 跟西岛的机构而已 民主党的目的是要摧毁美国 还有这次的选举 有多么的夸张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来 美国的司法有多腐败 还有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变得有多么糟糕 我就来举一个例子 1988年的时候 我当时两岁 他那时候的总统大选 民主党派出来 当然我这个是后来读报告之后 我读了新闻 读资料之后我才知道 1988年我两岁 我根本就不会记得任何东西 民主党派出了Michael Dukakis 共和党派出了老布希 George H.W. Bush 那Dukakis是当时是一个州长 然后他让一个杀人犯 一个这个数字很重要 一个叫做Willie Horton的杀人犯 放了假 周末的时候他可以出去 离开监狱去放风 结果这个Willie Horton 就离开监狱了 然后呢他又犯罪 那他杀了一个小孩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老布希团队发出来的广告 Bush and Dukakis on crime Bush supports the death penalty for first degree murderers Dukakis not only opposes the death penalty He allowed first degree murderers to have weekend passes from prison One was Willie Horton who murdered a boy in a robbery stabbing him 19 times Despite a life sentence Horton received 10 weekend passes from prison Horton fled kidnapped a young couple stabbing the man and repeatedly raping his girlfriend weekend prison passes Dukakis on crime 就只因为这个案子的缘故 整个Mike Dukakis的这个竞选 就全部崩溃 那跟今天的情况相比一下 现在管理美国边境的人 还是Kamala Harris 哈里斯 贺锦丽 美国的副总统 现在要来选美国的总统 根据我们边境管理局 有超过一万三千个杀人犯 一万三的杀人犯 他把他们放进我们的国家 不是嫌疑犯 不是说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经过审判 是根据边境管理局的记录 这些是已经被定罪的 确定他杀过人了 而且他杀人犯法了 他们也非法的进入美国 他们这些人是什么 是在他们原本的国家 都已经上司公民权的人 现在在我们的国家 现在这样子的东西 几乎没有媒体在报道 大家全部都在装傻 有一位这位好久没有上过 我们节目的这个 Karine Jean-Pierre 在白宫的记者会上面被问到 这么可怕的一个数字 一万三千个杀人犯 非法的在美国待着 领着你跟我的纳税金 这样子的丑闻要怎么化解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智慧的回答 谢谢 I got to call that out we got to call it out and it's been fact-checked by some of your colleagues here by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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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ets that has been debunked on what has been falsely misrepresented misrepresented here, so we have to call that out and so look this is what the misrepresentation is the numbers that is being put out about how many people are out has been falsely represented here 很厲害, right? 13000個殺人犯 現在被你們放進來了 怎麼辦呢? 哦,你大概是在說ICE的數字吧 ICE是什麼? ICE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是個聯邦政府的機構管理邊境的 也就是說這個數字 是來自你們的 是來自白宮的 是來自聯邦政府的 所以Kareem Jean-Pierre沒有辦法說這個數字是假的 因為這個數字是來自他自己的政府的 說13000個被定罪過的殺人犯 現在在美國逍遙法外 OK,走來走去 然後拜登政府覺得很好 沒有差 而且Kareem Jean-Pierre的回答是 這個數字不是完全正確的 Not a full representation 然後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說過是假的啦 對啊,就是很多人都已經 debunk這個數字啦 所以說已經被fact check啦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新的事實說出來 所以他到底在說什麼? 我來幫大家翻譯一下 就是這個是來自聯邦政府的數字 但是不要相信我們 不要相信聯邦政府的數字 因為有很多民間的左派團體 已經說這個數字是假的 我們已經給出去這個數字是假的了 然後Peter Ducey就問就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不完全代表實際的數字? OK,misrepresentation OK? 你要講一下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不要相信你呢? 會騙人的眼睛? Don't believe your lying eyes 他的回答是 我還在這邊強調一下 Kareem Jean-Pierre在這邊說 the number is the numbers is 也就是說 這些數字統計他沒辦法了解 他連英文都沒辦法好好讀 OK? 讀過台灣的國中英文應該都知道 就是應該是the numbers are OK? is是一個單數 就是說 一個才會說is 兩個以上就說are 他是美國政府的門面 他是代表美國政府開記者會的人 但是他連英文都講不好 他的工作就是好好的說話 然後用所有的方式來說服人民 說政府是有在做 對我們有幫助的事情的 但是他這個樣子都做不到 就像我絕對不可能做那個位置 因為我的英文不夠好 但是在這個DEI的時代 沒有對錯的時代 只要膚色跟性別取向對就好了 例如還有一個人 他英文都講不好 但是他現在要選總統 就是我們的賀錦麗本人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請習近平的翻譯 幫他翻翻看 OK? 因為就是要幫他翻譯 應該是習近平的翻譯 可能會面 如果他當選的話 會面臨的最大挑戰 Culture是… 它是一陣子的一陣子 是一陣子的一陣子 對… 嗯… 現時的流程是我們表現的表現 我們必須考慮的時間 讓我們表現的表現 這是一個復活的表現 因為… 它在早上 我問我的團隊… 我愛了 Venn Diagram 我真的愛了 Venn Diagram 所以我向他們做一個Venn diagram 誰不愛藍色系列車 可以掌握你的手 如果你是愛藍色系列車 有一點關於 很多人都在藍色系列車 是一部分我們的經驗 沒有人可以知道他在說什麼 還有誰英文都說不好 就是我們現任的總統Joe Biden 他就是因為在辯論會上面 什麼都說不清楚 所以宣布退選了 因為他沒辦法說話 有一個很有名的歷史學家 叫做David McCogge 他說 寫作即是思考 寫得好就代表思路清晰 這也是為什麼寫作會這麼困難的原因 說話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要好好說話的話 腦子一定要清晰 腦子思路是要非常清晰的 例如像說 Felicia在說話的時候 他的腦子大概就比我清晰大概3000倍 我的話就一定要寫下來 因為我說話的時候腦子不好使 你跟左派在辯論的時候 你們也會發現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在生氣的語無倫次 不只是因為他們可能小學4年級都沒辦法畢業 但是學校讓他畢業了 而是因為他們的腦子很不清晰 因為他們沒辦法合理化現在發生的事情 就算這位Karin Jean-Pierre是個辯論專家 口才就是口腔舌劍 靈牙力齒跟Felicia一樣 他也沒有辦法合理化一個完全不合理的東西 就跟我在跟支持左派 支持民主黨牧師辯論的時候一樣 一個不合乎真理的 就是不合乎真理 墮胎就是在殺人 禁槍就是在接受極權 收入平等就是共產主義 沒有在幫助窮人 這個就是無法抹滅的事實 那拜登政府今天允許了 接納了 包容了 一萬三千個殺人犯 進入到了我們的國家 這個就是事實 所以說什麼走線的人很可憐 他們都怎樣怎樣怎樣 全都沒辦法合理化 合法化一萬三千個被定罪的殺人犯 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我們繼續看下去 if you look at the total returns and removal of the past year that has been higher than every year under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since since 2010 if you look at it and if we're going to report something a data that's out there we gotta do it in a way that is not not confus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ertainly not lying 他在這裡說 a data ok data是一個多數詞 單數是叫datum 那這當然是一個比較冷門一點的字 ok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但是他在這邊說的是 我們不要讓美國人在這個數據上面困惑 那把這個文法的問題排除 誰聽得懂他剛剛那一段躲避問題躲避了一分鐘 然後變得有覺得更清晰了嗎 我們不可以對美國人說謊 那你剛剛那一段到底在說什麼 那一萬三千的人是不是殺人犯 你當了白宮發言人之後 你對美國人殺了多少的謊 你說你支持法律 你說你會執行法律 你說你會尊重美國的憲法跟制度 而且你們會守護民主 但是你們卻不斷的侵犯一個國家的最基本的法律 就是分辨一個國家的公民 跟那個國家的外國人 Karin John-Pierre繼續說 不OK 這個就是很不OK啊 這個就是他們的伎倆 就是Karin John-Pierre出來解釋 這個聯邦政府給出來的數據 是42萬還是43萬個罪犯 現在在美國裡面有13000個被定罪的殺人犯 現在透過了非法的途徑 現在待在美國 然後他說這個數字就是已經被fact check了 證實是假的了 那是被誰證實是假的 照道理講證實的人應該就是他 因為他就是這個政府的發言人 所以說是被誰證實了 Karin John-Pierre的說法就是 左派媒體已經證實了 那各位如果去看左派主流媒體的話 你可以問他們說 他們是怎麼證實的 怎麼樣fact check了 你猜猜看他們會怎麼說 沒有錯 他們會說這個已經被證實了 因為白宮發言人都這個樣子講了 政府都這個樣子說了 其實這就是一個狗咬狗的一個狀態 一個貪吃蛇的一個狀態 狗在追尾巴的一個狀態 我們的時代有多麼墮落 真的非常的明顯 我們美國是世界上 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 最偉大的國家 最自由帶領全國全球的國家 我們的文化價值觀現在被摧毀變得什麼都不是 這個政權其實是我們墮落的證明 不要認為說他們民主黨左派是美國墮落的元凶 原因而是要親自了解 會有這個樣子的政權是我們墮落的果實 是我們種出來的果實 媒體跟政府勾結 狗追著自己的尾巴的樣子 最好描述的地方就是耶利米蘇 耶利米蘇六章十三節 因為他們從最小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貪婪 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黃 他們輕輕忽忽的醫治我百姓的損傷 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他們行可贈的事知道慚愧嗎 不然他們毫不慚愧也不知羞恥 因此他們必在撲倒的人中撲倒 我向他們討醉的時候 他們必至跌倒這是耶和華說的 當時猶大的政權 以色列的王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當時的先知跟祭司 就等於我們現在的媒體 告訴人民說一切都很好 美國最棒棒 多元成家是好事 同婚是進步 男人不一定是男人 女人不一定是女人 奸淫是解放 墮胎是自由 殺人犯來到美國 是在美國在幫助窮人 最後會怎樣 聖經裡面其實寫的一清二楚 我就有認識這個樣子的教會 我就知道有這個樣子的牧者 辦個什麼年輕基督領導特會 在上面什麼都沒說 只是跟你說服事就是應該任劳任怨 教會不可以被批評 批評牧者就是在分裂教會 基督徒就是應該只應該知道 羅馬書13章 然後什麼在上掌權者說的是什麼 就是什麼你不要想 我們不需要討論律法 耶穌已經完全的律法 我們只需要接納包容多元 這樣子就好了 這個樣子叫做愛 只要人數變多 教友的靈命不重要 成長全部都當星期天的基督徒就好了 只要十一奉獻你就是好基督徒 然後在教會裡面做牛做馬 就叫做好基督徒了 我必須說老實話 社會就是教會的成績單 我們的社會 特別是如果你跟我一樣住在美國的話 我們要了解就是 美國會墮落 就是因為美國的教會先墮落了 教會會墮落 就是因為基督徒不再剛強了 不再在乎真理了 沒有再往前進 為了耶穌占領各個山頭 而是希望在人數上 用妥協的方式 來偷偷溜到敵人的山頭的這個陣營裡面 然後以為自己在上面掌權 當教會沒有在做這個世界的 岩根光的時候 當教會失去了作用的時候 耶利米蘇裡面發生的事情 就會發生 先是從教會開始 然後接下來是各個基督徒 最後整個國家都自施俄國 所以我們的副總統候選人 可能是中共間諜 其實就是我們最要警醒的時候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愛報導